欢迎收听由吉少居播讲的《论语朗读语》讲解 子曰 既不称其利,称其德也 既是古代的名马、两马、千里马的名称 他说 真正的千里马并不是说它的力量有多大 而是说它的德性好 中国古代的千里马是了不起的 我们看西方赛马,马跑的时候一跳一蹦的 骑在上面实在是不好受 中国的两马,跑的时候左右腿交替奔跑 快得像风一样 而骑在上面呢,犹如平稳的水面上行船 一点都没有颠簸的感觉 两马如遇主人坠安 他会立刻站住,等主人起来 绝不会践踏到主人,甚至是拖着主人跑 如果杜代没有寄紧,马鞍不安全 就是骑上去了,他也不走 用鞭子打他也不走 又如老马食徒等等 都是两马的德性 这种两马,要有天才才能训练得出来 而猎马则会打滚,会擦墙 使骑马的人受伤,甚至送命 这两句话编在这里 等于是答复了上文 微生母问孔子的问题 意思是说 一个为人类国家社会的人 不问眼前的效果 只问自己应该做不应该做 甚至今天下的种子 哪一天发芽,哪一天结果 都不知道 下了种子,总有一天会有成果的 从这里我们想到 孔子的思想 几千年来始终成为 国家民族文化的中心 的确是有他千古不灭的价值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集少居 加入我们一起读书 请稳散 请稳散 请稳散